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谈价值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去聊什么到底是美国加拿大更好还是中国更好 咱们不去谈这种事情啊 咱们只谈值不值的问题 就像你买一个东西 你花钱了 你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到底值还是不值 那假设我们把移民欧美或者移民美加看成是一种产品 商业产品 就类似于你买车买房 只不过可能就是说移民这个产品是一个大金额的消费产品 那其实移民本身它确实也就是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贩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产品最本质的意义就是让人们那些移民的人 他们的生活有了多一种的选择 那为了让小伙伴能够更清晰的理解这个概念 我今天就拿移民这个产品和买车作为一个参照对比 可能这么说小伙伴会觉得更直观一些 那我们都知道车存在的本身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汽车可以让人们更有效率的从一个地点 对吧到达另外一个地点 就是你买车 它不是说摆在家里看的 摆在家里看那是模型 但你买一台车最本质的就是说 能让打个比方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 对吧用更快的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更少的成本 这是车最本质的意义 那么有些小伙伴听到这里可能会不认可 说肌肉哥不对 车还有彰显身份的功能 俗话说就是有面子 其实这么说没毛病啊 就像很多人他其实你去买一个奢侈品 比如说你买一个LV的包 这个LV的包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其实它本身作为包这个产品的意义 它的价值是很少的 它更多的给你的是那种文化价值 就是我们讲的有面没面名牌懂吗 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否认的就是 车它其实最本质的功能 还是要能开要能跑 给你一台不能跑的车 就算是再好的品牌 再奢华的车型 对吧 那么它对于买这台车的人来说 只能是灾难 不仅占地方 还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护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 城市里的房价都挺贵的 买个车库也挺贵的 你买一个不能跑的车 你还得去买个车库放它 每个月还得交车库钱 我相信会这么玩的人可能不多 那可能有人说那些汽车收藏家 对吧 那汽车收藏家你注意一下 在肌肉哥的认知中 好像除了博物馆的车是不能动以外 那些真正其实收藏车的人 他也很少会去收藏一个完全不能跑的车 说句实话如果车不能开 你想到这个开着这个车到街上去博人眼球 你连这个虚荣的这个功能 他都不具备了 而其实移民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也是一样的 移民的本质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个选择 多了一个生活的地方 就和买车是一样 一些人给一些国家附加了 类似于像品牌车一样的这种附属价值 类似于给不同的国家去贴上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标签 比如说在很多这个职人职粗的眼里 欧美国家就是那种BBA 对吧 而一些贫困的国家 在他们的眼里就属于就是那种 无品牌的山寨货 那我们先不去谈这种傲慢无理的认知是否正确 我们仅从移民的功能性去出发 就像汽车的本身功能是运输一样 那移民的本质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让那些选择移民的人 有机会去选择更好的生活 生活质量更加高 对吧 当然这里的生活好坏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从一个物质的角度上来说的 但是随着信息传播变得越来越发达 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意识到 一些所谓的BBA国家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其实远远是无法和国内的物质条件相比较的 于是就有我们现在在网上经常看见的 很多人到了国外 他开始不扯物质生活了 扯什么心态 什么蓝天白云 放松躺平 好心情啥的 而事实是我们看见今天美国加拿大 很多人都已经躺到路边了 那和车的道理如出一辙 如果有一个人和你说 这台车什么都好 坐进去倍儿有面子 符合你高贵的气质 包你坐进去以后会有好心情 还能躺平 但唯独就那么一个小问题 就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就是这个车不能跑 请问你会想要这台车吗 或者说你会羡慕拥有这台车的人吗 相信只要智商在线的人都会觉得 这不纯纯的PUA吗 这不扯你们 但是问题是 为啥当下很多人 把这个问题换到移民的问题 就傻傻的分不清了呢 如果真的是要追求心态的话 那些催国外心情好的人 不应该选择出国啊 应该选择出家啊 不仅活着的时候 心态能非常好 死后还能度这些人去极乐世界 难道它不香吗 相信视频播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又有一些人要喷我说 你看你就知道放国外不好的 国外那么多好的 你怎么不说呢 我们都知道国外有些地方比较乱 你不去不就可以了吗 还是那句话 就用买车的道理 如果你花很多钱 买了一台精品车 这台车哪哪都好 就是车顶掉了一块七 开始生锈了 回头销售和你说 你不去看车顶不就好了吗 哪个正经人没事去看车顶呢 你能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同样的道理 怎么换成移民这种产品的时候 很多人就又搞不清了呢 对吧 我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关键问题是 可能这台车 除了品牌名气大以外 还真的就不能跑 油耗还贼高 既然花钱了 还要买车的人 将就这么多车本身的毛病 你觉得这样做礼貌吗 合适吗 美国加拿大这么多地方 既然不能去 那么出国的所有开销 是不是也应该 为这些问题打个折呢 我想大部分人看到这里 应该能够理解 基友哥今天视频中 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视频 我不想去和一些人 讨论所谓的 到底是国内好 还是国外好 对吧 我们只谈值不值 合不合理 视频的最后 我就想对着今天视频的背景 问小伙伴们一句 你们觉得眼前这段 号称加拿大最好的城市 温哥华 就是这段视频 这种卖相 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 值得购买吗 那话说 温哥华 到底值多少钱 什么卖相 我想 小伙伴你们自有答案 但是我不得不再加一句 就今天这个视频 视频的原创作者 加的这个阴间滤镜 我必须得给满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喜欢我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 一键三连 Peace i know and i will just have a yeah my little white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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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